为什么这么多人还是愿意花这么多钱呢? 其实主要有一些原因 比如说你在很脆弱的时候 需要寻求帮助 哪边有福墓哪边先抓 可是你从来没去想过这个福墓有没有风险 把生活想成是让心灵更舒适 欢迎收看Ariel聊心事 哈喽大家好我是Ariel 不知道大家身边有没有一些亲友 会不惜很多的就是资金 然后去投入在一些很独特的课程里面 什么快速致富啊 什么解决亲密关系啊 来了包准让你没有负面想法 解脱你心理的痛苦 就是那种听起来好像短短的一句话 就能够完全处理掉你人生很大很大的不舒服 因为前阵子沸沸扬扬的嘉宁事件 让我们可以去省私看看 究竟什么样的心灵课程 是我们可以信任跟安全的 什么样的课程可能会因为这个信任制度 而有伤害的风险 接下来Ariel一步一步跟大家说明 怎么样去判别这样的团体 大致上大概都是用什么样的手法 让我们可以情感依附在上面 这种大型的团体觉醒训练啊 很多时候 他会先剥夺你的自信 可能他会去否认你人生前面的理念 就是啊你以前这样是不对的啊 你刚是不OK的啊 他会用这样的方式让你觉得 所以我错了吗 我现在才会这么痛苦 所以我是不是哪里做不好 我现在才会那么脆弱 这是他们的第一步 再来会建立一些导师权力制度 就是会跟你说 我们这边有一个很厉害的 看过很多人生百态这种自圣导师 你必须信仰他 然后相信他的理念 你才有办法重招你的自信跟快乐 再来第三个 他就开始渐渐跟你说 这么好的东西 你自己现在感受到了 你怎么没有跟亲友分享 跟你的好朋友分享 其实在一个健康的状况下 你自己来就自己来就好 你其实没有跟别人分享 那也是你的自由 每个人都是自由的 他会开始给你一些压力 甚至告诉你 诶那个谁谁谁都带他朋友来 就变成说这种照顾你身心的东西 反而另外又是一层压力 这是他们的第三步 第四步最麻烦了 有一些这种课程 就是他会运用最后的保密协议 让你跟外界有些距离 他会说 诶我们里面有保密条款 没有加入我们的 是不可以知道的 医疗里面 如果在智商团体里面的保密条款 他所签署的是 不要去分享个案的饮食 因为在团体里面 可能会听到别人人生的辛苦的故事 保密条款的合理健康性 应该是不去谈论别人 但是是可以去讲自己的感受的 你自己去分享说 我这次在心理智商的这个团体里面 受到什么样的收获 你可以自主的分享你自己的事 不要讲别人的 因为要尊重没人的隐私 为什么这么多人 还是愿意花这么多钱呢 其实主要有一些原因 比如说 你在很脆弱的时候 需要寻求帮助 但是可能以前没有去分析 这些方式的健康与否 哪边有服务哪边先抓 所以你从来没去想过 这个服务有没有风险 你已经对他产生情感依赖了 再来因为你投入那个时间 其实已经蛮多的了 可能导致大家都有一些对你的认可 你还有集体归属感的问题 因为那边的人都曾经在你 脆弱的时候拉你一把 你就会觉得 他们曾经这么支持我 我现在可以背道而驰吗 我现在可以不理他们吗 你会有这些压力 还有一个是沉默成本的问题 你会想说 我都已经花两三年了 甚至十年了 都在这里了 我现在这样出去 我们就人钱两吃 一个好的团体跟健康的团体 它应该是让你越来越轻松 自在 自由 安心 而不是让你到后来 开始有一些奇怪的压力 然后还无处宣泄 最后还因为沉默成本 我们不敢离开 那我们要如何去分辨这些课程 到底是不是健康 对我们有帮助的呢 其实首先你一定要知道 它到底是不是公开透明 合理的专业资讯 应该是在网站上 或是文宣 或是在实体课程 你都可以明确拿到一些 他的SOP 跟课程可能会怎么进行 甚至是他的收费会很明确 他第一次就会告诉你 参加这样团体 你需要准备多少的费用 不会再会有额外的费用 不可能 再来这种团体资商 或是团体课程 可能他没有办法被预期疗效 当然多次参与 渐渐可能会对你心灵上 有一些心态上的改变 但是他不可能跟你说什么 一次有效 不太可能 短时间有效这件事情 你可能想一下 是不是哪里怪怪的 在整个过程中啊 你可以去询问那个办理课程的人 中途退出会不会有什么问题 在健康的团体里面 会是有自主性的尊重 你随时要离开 都是没有问题 不会给你压力 也不会情绪勒索 你说哈你又离开 我们之前这样帮助你 你再想想看吧 比如说你要离开 我们会尊重你人生所有的选择 因为你才是你人生的主人啊 所以以上的指标 让大家可以用一些 安心的方式去筛选 你想要参加的一些比较 公开合理的这些心灵课程 那面对深陷其中的亲友 我们可以做些什么呢 人在脆弱的时候是什么都好 所以我觉得在理解这些历程的时候 我们要先知道 他会踩进去就是因为他很痛苦 而且甚至那个当下 没有人理解他 所以第一个一定是先理解 不要给他建议 先问问题说 你是不是之前遇过什么事 是不是现在遇到什么人生困境 还是以前你怎么走过来的 他如果愿意跟你讲那很好 不愿意的时候请你先不要逼他 你就一步一步的陪伴他 这需要时间 你要想一个核心概念 当你让他依赖的时候 他也需要外面的吗 很多时候他话都还没讲完 我们就急着给回应 急着给评价 甚至急着给建议 你都忘记去好好倾听 他到底发生什么事 在这个历程里面 如果他愿意开始对你倾诉了 请大家要切中注意 理解并尊重 可能现在你还是不认同他这个团体 但请不要评价那个团体 可能多问问他说 那你在那个团体里面 有没有受到委屈过 你会不会心里有什么觉得不舒服的地方 如果他愿意告诉你有 恭喜你 开始在让他一步一步的离开他不舒服的地方 甚至他愿意说那怎么办 我可以怎么做 去找有认可的历史人员啊 有国家认证的东西 陪同他去寻求科学专业的方式 去解决他现在人生的困境 然后让他跟你有更紧密的情绪连结 这样一步一步才能帮助他们 找到真的安心的地方 最后Avery跟大家分享 不管你自己曾经现在在参与 或者是亲友在参与 这样的可能让你觉得 有点不舒服怪怪的课程 请千万不要自我评价 觉得自己很笨很傻 或者评价家人很笨很傻 因为这都是可能我们曾经的父母 我觉得没有关系 我们只要办法辨别说 其实真正对我们有帮助的 可能是完完全全安心且自在 并不会有压力跟委屈 当我们能分辨这些的时候 我们才能一步一步 透过刚刚以上述的说明 来替我们增加就是 寻求帮助的安全感跟稳定感 那今天我们就录到这 下次见 拜拜 你评价他的团体你就完蛋了 因为那个地方曾经救过他 但你以前有救过他吗 没有 你是现在才开始救他 喜欢我们的影片 请按喜欢 订阅 并开启小铃铛哦